弟兄姐们平安 2020是一个很美好的素质 在它近期之前 我们都带着极大的憧憬和愿景 那是一个很有希望 而且是全新的开始 可是迎面而来的是 全所未有的震惊 最全面的影响 最强的破坏 和最令人措手不及的冠状病毒 我们都见证 再过一个星期 第二轮的阻断措施就结束了 对很多人来说 好不容易才安顿在一个新的常态里面 现在又要去适应 另外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来到一个拐角 这拐角的风景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 数不清的转角处 我们家儿子 几年前到国外去念书 每逢长假都会回来 但是都是很短暂的停留 最长三个月 又出去了 我们又开始拉长景象 等下一个长假 好不容易盯到 好不容易盯到了 但一晃又过去了 直到他念完最后一年 我们去机场接他 我记得特别记得那个时候 那天我的心情很不一样 因为我的孩子终于回来常住了 那是一个很美丽的拐角 我也想起《猎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那里 那位大户人家 苏联女子 她和丈夫很喜欢接待先知以丽莎 每当以丽莎经过 圣经里面说 他们会强留她吃饭 很享受没事的看法 后来 她不再满足意就一起吃饭而已 跟丈夫商量之后 他们就圣经说 他们盖了一个小楼 里面有床 有桌子 有椅子 有灯台 所以以后 以丽莎阿普人路过的时候 不仅是过来吃饭 还可以在那里逗留 休息 相信已经 他哗哗到天各 三更半夜 这之后家里就有一连串的神迹奇事 这个苏联女子没有孩子 她的丈夫又老 而以丽莎预言 她会抱一个孩子 果真一年以后 孩子出生了 孩子渐渐长大 有一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孩子头疼得特别厉害 之后 她就死了 长话短说 圣经说 以丽莎把孩子给救活 当这个妇人 不满足于只是一次次的探访 她进一步的要求 神的仆人住了下来 这个拐角 让生命起了很大的改变 夫妻也经历了第一手的神的信使 从神的造访 到神的土在 这两个月里面 神把我们藏在隐秘处 在这里 神呼召了很多人跟他对齐 耶稣在这里按了一下 停顿的钮 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造访 而你会不会选择把耶稣给留下来 在你开始熟悉的新常态里面 每一天的作息当中 都有他的同在 怎么说呢 就是凡事让耶稣居首位 在你给家人准备晚餐的时候 邀请耶稣一起 很开心的去做 来到独经祷告 不会再给自己借口说 我没有时间 也不再跟耶稣保持安全距离 在新的常态里面 聆听和顺服圣灵的声音 丈夫保养顾心你的孩子 女的妻子 妻子恋慕顺服女的丈夫 对待家人 有主动去爱她们的心 多一些付出 多一点满足她们 尤其敏感于她们的救恩 文家卫就有个牧者 在这阻断措施期间 开始跟他住在美国纽约 新哲西 必死堡 马尼拉 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兄弟姐妹 岳阳查经 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家人 你的选择将决定这拐角的风景 不要单单满足于耶稣的造访 而是让他长住下来 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 拐角带给你的惊喜 以这神迹奇事 要发生在你的家里 上帝祝福你